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解一下范例 范例二,它说现在有甲乙丙丁四个分子 所以我们把这四个分子把它画出来 这四个分子画出来的时候,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老师呢,在这个四个分子这里 我把这个它中心原子的如果有Lone Pay 我把它标示出来 因为中心原子如果有Lone Pay 不要忘了我们说过 中心原子如果有Lone Pay怎样呢 中心原子Lone Pay的即性没有办法被抵消 只有两种情况可以被抵消 就是双三角锥的同平面的那三个Lone Pay 以及八面体的轴上的那上下Lone Pay可以抵消 要不然中心原子有Lone Pay 那就是有即性的分子 所以这个二氧化硅跟这个H2S 它都是有即性的分子 那二氧化碳因为它是直线型 中心原子没有Lone Pay 外围两个原子有一模一样 所以它完全抵消 它是没有即性的分子 那AR单原子 亥乃亚克仙 这单原子分子 它都是没有即性的 所以这四个分子的 其中两个有即性 两个没有即性 所以它如果问你 分子间的作用力 那我们说有即性的分子 像二氧化硅跟H2S 那这一个有即性的分子间 那它就会有OgOg作用力跟分散力 那如果完全没有即性的分子间 那就只有分散力 所以这一个A选项 乙跟乙 丙跟丙 丁跟丁之间都有分散力 所以A是对的 B 乙跟乙 丁跟丁 它们都有什么呢 OgOg力 B也是对的 即性分子间有OgOg力 C 乙跟丙之间有什么作用力 乙跟丙一个有即性 一个没有即性 所以它们应该是有Og 然后诱发Og力 以及分散力 所以C不对 诸 丙是非即性的分子 它之间只有分散力 诸是对的 1 甲是以单原子存在 所以甲跟AR之间有什么作用力 分散力 所以1 不对 来看到类提2 那类提2 它是要讲什么呢 它说本跟绿仿 就是三绿脚丸 它们之间有什么作用力 那本它是正六角形 它完全所有的原子间的 它的向量完全抵消 所以本是没有即性的分子 那三绿甲腕 它我们说呢 这一个 虽然它的中心原子没有Long pair 但是它外围的原子要全部都一模一样 它才可以抵消它的即性 所以三绿甲腕是有即性的 所以它们两个之间 一个有即性 一个没有即性 所以它们有Og 然后诱发Og作用力 那当然它也会有分散力 那1选项也要选 我们的OgOg zwar Ogly 以及分散力统称 就是樊德瓦力的一种 正常性代表 所以答案B的主要是对的 看到范例3 清鉴的判断 它说哪些分子溶解在水中 可以跟水产生清鉴 那水分子 是长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要跟水产生氢鉴 那你可能要有什么呢 第一个水分子已经有氧了 氧是部分腹 氢是部分腎 所以如果你要跟水分子产生氢鉴 你可能你本身有佛氧氮 那这个佛氧氮旦的旁边有其他的原子 可以让佛氧氮把这个电子云吸引过来 让佛氧氮带复电 这第一种情况 它如果跟氢产生 佛氧氮氮氢鉴的话 那这个佛氧氮它旁边还有一些 接一些电波度比较小的 或者是呢 这个水分子的氧 跟另外一个分子的氢 那个氢接在佛氧氮旁边 这样也是有氢鉴 所以第一个 CH4 那CH4怎么样呢 CH4它虽然有氢 但是它旁边是接碳 这样它的氢的部分正不够明显 不够强 所以没有办法跟水分子的氧产生氢鉴 所以A不对 那你简单的想 你就是氢一定要接在佛氧氮旁边 才可以产生氢鉴 所以你的这个A没有 那B乙乙也没有 那C乙醇 乙醇就有了 乙醇就有了 它的氢接在什么呢 它的氢接在氧旁边 所以氧是部分副氢是部分正 所以呢 乙醇可以跟水产生氢鉴 那可以怎么产生氢鉴法呢 就是乙醇的氧可以跟水分子的氢产生氢鉴 也可以是什么呢 也可以是乙醇的氢跟水分子的氧产生氢鉴 这样子 所以C要选 那珠 甲氨 甲氨是这样 一个碳 直接CH3 然后NH2 所以甲氨 它有氢原子接在氮旁边 但是部分副氢是部分正 所以它可以怎么产生氢鉴法呢 它可以是氮上的氢 跟水分子的氧 NHO产生氢鉴 这是一种方式 还有另一种方式呢 是甲氨的氮原子 甲氨的氮原子 跟水分子的氢 NHO产生氢鉴 所以猪也可以 那1CH3F CH3F跟水分子 要产生氢鉴 有没有办法 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 这一个佛跟碳比起来 佛电幅度大 碳电幅度小 所以佛是部分副 所以这一个CH3F 它如果要跟水产生氢鉴 那它只能这样子 H O H 它如果跟水产生氢鉴 它只能这样子 就是 氢在中间 一边是佛一边是氧 这样也有机会 产生 氢在中间两边是佛氧 但这样也是有机会产生氢鉴 这是第三题 那我们再往下 看到这里来 类题3 类题3 它说哪一个 哪一个话 我有分子内的氢鉴 那不要忘了 我们说分子内氢鉴 是这样 大概有两种类型 一种类型是 如果是有顺反 如果是有顺反 那它要顺势 它才有机会 那如果是反式的话 它距离太远 它就没有办法 产生分子内氢鉴 那如果是本环的 那一定是要零位 零位 像这个零羌鸡 本甲犬 这里 那这里 这两个官人记在零位 那这O OHO 这样有机会产生氢鉴 所以这个一用 那这个也是有 零佛分 姓零叫佛分的 零佛分的 那这个零位 零位 然后呢 这一个 FHO 这样 这样也是有机会 就是 如果 第一个 顺势 如果是顺反 就顺 第二个是如果本环是零位 那还有呢 它这一个行程清晰的时候 它行程五到七圆环 这上次有讲过 那这里没有 这个虽然有NH 跟是另外一个零位的位置上没有佛氧蛋 所以这个 这个A选项没有 好 那接着再往下看 那看第四题 废点的比较 那废点的比较是这样子 我们先抄一下 就是我们如果在比较分子废点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看什么呢 有没有轻件 如果有轻件 废点以偿身高 所以有轻件的废点是最高的 那接着再比分子量 分子量越大 它的电子的数量越多 越容易有瞬间激化的现象产生 所以它的分子作用力会越大 那接着呢 再看有没有极性 如果分子量差不多 那么再比较有没有极性 有极性就多了 这个部分增部分幅的 就是欧极 欧极作用力所以分子会比较高 那最后如果说 它各项轻件分子量差不多 比方说它是同分1过5 所以它即性 比方说碗类的同分1过5 即性也差不多 那可能最后还要比一个接触面积 就可能还是比较一个接触面积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比方说正物碗跟新物碗 这两个就是怎样呢 这两个都是碳氢化合物 所以这两个正物碗跟新物碗 它们都没有轻件 都没有轻件 那第二个分子量呢 因为它们是同分1过5 它们都是C5H多少呢 H12 所以它们分子量是一样的 那第三个呢 因为它们都是碳氢化合物 所以呢 碳氢化物几乎是没有极性 所以极性的也不考虑 最后接触面积 那接触面积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过就是碳链如果拉越长 分子它的接触效果最好 所以它的废点会越高 所以A是对的 A的分散力比较大 因为它接触效果好 所以A是对的 B N2跟O2 N2跟O2 第一个它们有轻件 第二个分子量差不多 这个28跟32分子量差不多 那极性 极性也差不多 因为这两个极性完全一样 这两个都没有极性 接触面积这两个都是双原子分子 那各项评比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差别一个28一个32还是有差到4 那我们仔细再衡量一下 就是说 如果分子量差不多的时候 通常这个情况下 我就会想它的电子的数量 因为电子的数量越多 它的这一个瞬间极化的现象越明显 那N2但是原子序7 所以它是14个电子 那氧呢 O88216 16个电子 所以呢 氧的电子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考量这个都没有轻件 都没有极性 接触面积它都是双原子分子 所以看起来是一样的 所以呢 唯一有可能就是氧的 氧的电子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它的这个瞬间 瞬间极化的现象 应该会比较明显 所以B就不要选 这个你在这里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它的分子量 差不多的情况下 你就是要小心 你可能需要用 你可能需要用电子的数量来想 比方说氢跟氦 那氢跟氦呢 这两个分子 这两个分子 它的分子量 氢的分子量2 氦的分子量4 分子量很接近 如果分子量很接近的时候 你就还要再考虑一下 电子的总数 电子的总数 因为氢跟氦 它们两个都没有氢件 那分子量很接近 那看电子的总数 电子的总数 氦原子趋势 所以害两个电子 那氢呢 氢也两个电子 所以你看这两个电子的数量 所以这两个你要比它的废点 那你可能还要再看急性 结果急性 这两个偶急矩呢 都没有 这两个氢是一模一样的原子 亥呢是单原子 这两个都不会有急性 那最后你只能看接触面积 那接触面积的话 亥是单原子 氢是双原子 所以氢的接触效果应该会比较优 所以氢跟氢如果我们要比废点的时候呢 这个废点应该是 氢要大于氢 应该是要氢大于氢 那实际上我们知道 这个所有的真实的气体里面 氢的废点是最低的 氢的废点只有4K 那氢气的废点比氢还要高 就是用这样来解释 再看到C选项 H2S跟H2O 那很明显H2O有氢鉴 所以它的飞点应该比较高 那看到猪选项 CO跟N2 这两个分子量都是28 都是28 那都没有氢鉴 那急性 CO这两个原子不一样 所以会有急性 所以判断CO的急性比较大 应该是合理的 那最后一个HF跟HC HF有氢鉴 所以废点应该比较高 所以判断E合理 所以正确A注意 好那再看 最后一题 下列废点的比较 第一个NH3跟PH3 那第一个氢鉴 NH3有氢鉴 PH3没有 所以A就对了 那B呢 甲碗跟细碗 这两个都没有氢鉴 那分子量细比较大 所以废点的话应该是 因为这两个 分子量细比较大 那急性呢 这都没有急性 因为它是 都是正式面体 所以这个 我们就判断C碗 因为分子量的关系 所以C碗的废点比较高 那C选项 也有OH 所以它有氢鉴 义纯有氢鉴 那这一个呢 二甲米没有氢鉴 所以有氢鉴的 就判断废点比较高 所以C是对的 那CF4跟CCL4 这两个分子呢 它的架电子总数都是一样的 因为它都是32个架电子 心中都正式面体 所以它们都是没有急性的 那分子量 氏氯化碳比较大 电子的 所以这个应该判断 氏氯化碳的废点比较高 那氢鉴呢 没有这两个都没有氢鉴 那最后一个 HCL跟F2 那这两个 第一个氢鉴都没有氢鉴 第二个分子量 4的话是38 绿的话是36.5 很接近 那急性 HCL有急性 所以就判断 HCL的废点比较高 接触面积呢 接触面积这两个都是双原子分子 所以接触面积应该是差不多的